好像又可以當骨那樣子耶 對對對,那個印第安他們的骨就是用瘦皮做的 對啊,好像骨那種感覺 那個一定很炫喔 好,我們講這個好了 裝什麼裝子彈喔 這個是裝那個煙斗跟煙草跟打果實 跟那個纖維絲 就算火種 就是香蕉的纖維是曬乾 然後搓成一球一球放裡面 這個是占服用的 什麼的瘦 三腔,三腔可以代表水露跟山羊 三腔的毛兒 為什麼它可以代表水露跟山羊 因為他們同樣是路科類的 那我們正常是掛兩個尾巴 一個是山豬的 一個是三腔或是山羊的 那可以占服用嗎 對,獵人他就是一定要跪自己的占服 那譬如說我們去追獵物的時候 你怎麼會在占服什麼 就是占服我們主先 問他我們這一次是急還是兇 對 要出發自己的 對 要怎樣才是急 怎樣才是兇 那個正常來講 我們這個尾巴一定是扁的 它不可能碰頭 我沒有經過特別處理 所以就碰頭 那扁的齁 那我們如果說去追獵物看到新的腳印 譬如說水露的腳印 我就拿這個尾巴拿下來 取下來我會在地上 在地上跟漢人一樣拔背一樣 但是我們會念咒語 然後就拿著這個尾巴在腳印上面旋轉 半跪的姿勢然後旋轉 然後唸到咒語完以後再打下去 打下去如果這個一輩是朝天的話 主靈就叫你不要上去 那邊就行 對這個就可以 這個幾乎都很理 因為我們泰亞族有邪術啊 巫婆啊巫師啊 所以我們占卜很多很多種 不仔細走外 現在巫婆巫師還有嗎 已經沒有了 我的外婆是巫婆 我外婆是專門指定的 那你沒有寫下來 我現在就是他的一些法器啊 現在一個一個在慢慢的做 就是把那百年以前的東西慢慢抓回來 對對對 去考究這樣 對對 那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叫煙袋 我們的畫叫煙袋 主要就是獵人去追獵物的時候 晚上無聊 沒有 沒有事情做就是抽煙 待會我會介紹煙斗給你們 那我們整組的獵人的用具就是 這一個 跟弓 箭 然後箭袋 跟這個雨衣 還有帽子 還有披風 披風我沒有做出來 應該有聽說過那個摩納乳道 摩納乳道 它就是帶著一個披風 那就是我們獵人的披風 對 那個披風 重點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要蓋腹腹用的 也是瘦皮 我們晚上睡覺是 其他都可以不用蓋 就是腹腹一定要蓋 以前都沒有鞋子嘛 前輩都是這樣子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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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